Hello, Good Morning,大早上好,欢迎来到Gina老师看美股的专栏,我是Gina老师 今天美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但都属于小幅震荡区间 那么这种情况下,今天有哪些基本面和技术面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呢? 首先第一个基本面方面,美国当选总统拜登表示 他将在下周为出台一览子经济计划做准备 他称将把经济援助的重点放在小企业和普通民众上面 特别是女性和少数族裔所有的企业上 并将协调努力帮助低收入地区的小企业 其政府的经济计划规模将达到数万亿美元 包括失业保险和房租宽限 他承诺将在1月20日就职之前将于下周四提出建议 其次是美国疾控中心周二表示 已有近900万美国人接种了新冠疫苗 据高盛经济学家统计估计 他们将在5月份预计将所有的50%的美国人 可能都会接受第一剂新冠疫苗接种 那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 美国已有10个州出现了感染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的病例 确诊至少72人 那么这个除此之外的话 就是周一美股收跌 这个科技股跌幅领先 亚马逊Facebook苹果等悉数收跌 那么这个是目前的一个情况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长得比较好一点的呢 目前市场可以关注的是这个新能源电动车 这一块的一个走势呢 还是不错的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技术面的一个情况 首先我现在打开的是SPY的DL Char 同样的呢 我们用的趋势阶梯 白色线方向朝上 中期上升 红色柱子 短期也是上升 所以短期中期仍然是上升趋势 暂时趋势没有发生明确的反转信息 然后的话 所以短期和中期目前是可以继续持股的 然后同样呢 我们再看一下60分钟 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60分钟我们可以看到 前期的话 股价在这个阶段横盘 然后资金呢 持续往外流 昨天呢 我们也讲到了这个点 就是说 所以说 昨天啊 当时做盘中解析的时候 就跟大家说 今天的尾盘可能往下回调的概率会更大一点 所以呢 昨天尾盘也的确是 就是说 完了之后继续往下回调了一下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整个趋势呢 目前表现的是 整体趋势是已经 这个短期呢 还在继续回调的一个过程 虽然目前来说是 收了一根阳线 但整体趋势还处于回调的这个状态中 绿色柱子 白色线方向朝上 所以呢 中期仍然是上升 短期呢 目前还在继续回调 所以暂时没有回调结束 那么接下来如果股价继续调整的话 下一个目标支撑位呢 就得到前期高 这个白色线的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大体的一个价位啊 可能会是差不多是376.19左右 那昨天我们看到这个价位还在这儿 今天怎么到这儿了呢 因为这个是 它就像均线一样的 随着股价的一个运行 它也是在有一些变动的 所以我们只能大概期的去预测 它的接下来的一个位置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下的话 目前看来的话 下一个目标支撑位呢 差不多它如果继续向上运行一下呢 基本上是到前期的这个高点的一个区域 这个位置就是差不多376.19左右 所以这个是值 我们目前值得关注的一个点 然后目前来说资金整体还是在往外流 所以今天尾盘是不是能够说股价向上 向上 然后上穿这个绿色柱子 那么这种 这个就是接下来 这一波短期到底选择继续调整 还是说选择开始反转 继续向上运行的一个关键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今天的尾盘我们就拭目以待 看到最后到底向上去运行的 还是选择继续向下走 向下跌破这个白色线的一个位置 那么如果一旦跌破的话 那么有可能就会有60分钟级别的调整 带动日线级别的这个短期的调整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就要小心 日线级别一旦发生调整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一下风险了 好吧 那么这个是目前来说的这个大盘解析的一个状况 目前没有明确的这个短期中期的一个卖出的信号 所以短期中期暂时可以继续持股 然后如果你有想买的股票的话 还是那句话有比较大把握的情况下再去动手 好吧 那么目前来说 基本上今天的大盘解析呢 还是这样子 如果想每天都准时收到 Jenna老师大盘解析 还想让我们Jenna老师免费的帮忙整股 那么可以扫描添加Jenna老师微信 然后的话 或者连续Jenna老师WhatsApp号码604-376-5888 就可以进行免费整股了 我是Jenna老师 我在微信上面等你哦